新闻出席,我们先来关心红台的消息 共赢红台康瑞,今天中岛过后,丁路台湾本土 因应红台可能业大共同合物,各自政府严定以台 最后各自在海应变中心,由指揮官市长安民会 秦主主持以及社工做会议,听出红台动态分析 当时将厚市府各局处处到上官公民营党委的整批经行 市长安民会提债民众留意减准方的影响,做好红台应变出席 因应共的红台康瑞,禁止台湾 港区市在红应变中心,在30日合早上 由港区市长安民会秦主教会一级开设港做会议 由各红台团队进行精逼会议,积架保守红台作为 这回过港区市长安民会除了要求各团队计划红台准备 当时公共民众要注意恐慌影响 尽量不要将车量停在桌子下,比较发生危险 抗罪台风我想它这一次可以说是很难得一见的 就是50多年来第一次的再一次的秋台 以过去的经验影响非常的大 而且这一次更是川新台 那已经接触到嘉义市,嘉义市纳入范围了 除了昨天我们做足了整备的工作以及开会之外 我们今天又再进一步一级开设 我们希望透过一级开设的检视 让我们能够更完整 那我想即将要来的台风 而且这一次的阵风会高达到9到10级 那这对我们来讲是影响相当的大 或许看起来嘉义市目前预报的雨量没有很大 可是在嘉义县山区的雨量有较高的时候 对嘉义市还会有所影响 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在各方面 所有的同仁都会特别重视水情的监测 还有我们的一个所有的环境的监测 那当然更重要是我要呼吁所有市民 我们防台工作做好之外 我想放台风价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做好防台的整备 而且希望大家能够安全 我们更能安心 所以我们讲尤其风大雨大的时候 千万尽量减少外出 避免可能会影响很多 因为危急我们生命才在安全 那另外我们也呼吁 如果你的车子停在树下 因为可能风强宇宙 以过去的经验 其他现实的经验 很多其实这时候路数可能会倾倒的状况 那请尽量就不要停在树下 那还有我们也呼吁大家再一次的检视 你的血血孔 你的该有的固定物是不是已经固定好了 那我们做好最好的准备 愿大家都平安 通话风台收着性的影响 刚以市政府上官救出对30号晚上的镜子在红英北中心 转列到集风災 当时市市场透过市户网站 下官媒体发布上官小信 一里面就已经做好风台准备 在在风台订阅后 上官团队也市场来加强到资金监制 叫化合区来民的资金插布通报的作业 将压着在海应变作为 当时提出市民足够发现路面有障碍 不定顶情合危险的资金 都可以通报立办公司 这是市府团队 买单卡一九九九病民核武转刷 市府的关键派工处理 当市政府买七少月才关注到 风台的动态 共同来修好市民的生命再生安全 西新新闻 中顶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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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中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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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